女人 孩子探视时间 一周两次 够可以吧 不可以又能怎么样呢 我说不可以 这份协议就不用签了吗 你别再跟我纠缠这个问题了 我不想因为这个问题 再跟你吵架 念在我们夫妻多年的感情上 我们好聚好散吧 我就是念及夫妻勤奋 才没有和你闹上法庭 才把卡卡的抚养权交给了你 好了好了 算你高风亮节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 孩子姓高 就算你真的想撕破莲上法庭 我高明维 照样不顾一切地会抢回那个抚养权的 我绝不允许你带着我的孩子 嫁到别人家里 说到底 说到底你还是觉得我跟学类有不正当关系 我怀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手里的照片法官看了之后 他是否会怀疑你们的关系震荡 对了 对了 婚后财产这一条 关于房子 存款 我会以现金方式给你的 一人一半 我算是人之以尽了吧 好 高明维 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做有多高尚 我用不着你怜悯 更不用你施舍 我告诉你 如果当初不是为了迁就你的事业 我不会放弃中医院的晋升机会 更不会辞掉工作 这些财产 是为我这么多年牺牲事业 为这个家 为你和孩子付出的补偿 是我理所应当得到的 家庭主妇可以是免费的 那是因为有爱 一旦没了爱情 我就要我应该得到的 你怎么现在说话那么直白啊 从分级到现在 好像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以前说话没有那么强硬的 我强硬 好吧 我就是强硬的太晚了 算了 除了孩子和财产方面 你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吗 我还有一个要求 咱们办完手续以后 我想好好地陪卡卡玩一天 好 可以 不过要等我从香港回来之后 什么 你要去香港 那卡卡怎么办 谁来照顾她呀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既然要了她的抚养权 我就一定会对她负责的 公司奖励明星员工去香港旅游 我会带上她 她不是 一直想去迪斯尼吗 是啊 一年前她生日 你就说要带她去 可是因为你总是出差 所以总也去不成 现在反而 我却不能陪她了 我永远要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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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她 也没想去 我永远要陪她 是什么 哇 我永远要陪她 但她是要陪她 但是她或是 她也有陪她 我永远了 你能让她 我永远还 你要去 那边 我永远要陪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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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谢谢 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 我 这个事情我也非常的感动 不是 你行不行 你别这么假 行不行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你还跟我说谢谢 你在我这儿说说就行了啊 在我妈面前千万别说这种话 我知道 知道吗 知道 嗯 就因为你看嘉琳的一通电话 害我在起宣布就成了一个闲人 每天什么时候都没有 而且还得承受一些闲人闲语 真的是我实在是待不下去 所以嘉琳就派我来诊救你了 这 这 这是嘉琳给你打的电话 对啊 她说你在那儿工作比较虚才 怎么了 没什么 那我 我具体都得做些什么东西啊 嗯 先看一下话吧 来 你让许诺叫嘉琳的助理 这招太狠了 那她以后想去找那个女的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吧 我也是没办法呀 毕竟我跟她的感情才慢慢开始建立 我有危机感 这样也许只能留住她的人 留不住她的心吧 那 那个女孩呢 你怎么一直放任她 带设计中心啊 先这样吧 反正许诺也答应我了 大家要相安无事的话 那我也就算了 反正她结婚以后 也不会继续留在那儿工作了 不过吧 我觉得孩子这事儿 他能站出来承担责任 就已经说明他是一个 宽厚善良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最好对付了 对他好一分 他回你三分 这么时间一久啊 他心里就全是你了 真的 当然了 我以前就交过这样一个男朋友 后来我们俩分手了 还哭得死去活来的呢 现在都是我哭得死去活来的 好啦 别想那么多了 不是快领结婚证了吗 幸福啊就在眼前了 那等你从香港回来 陪我去调婚纱 嗯 这个呢是生产统计报告 还有这个啊是市场报告 我都放在这儿 还有呢这个是 店铺竞销存统计周分析表 我都帮你整理好了 放在这个袋子里 你记得把它仔细地看一眼啊 天哪 你说说看我妈这么着急地 把我叫回来干吗 这么多报告 你说我一年都看不来 你说是不是 那这也没办法呀 谁让你是老佛爷的接班人呢 谁呢我跟你说啊 说实在的 从新加坡回来 我就是想当一个自由的设计师 你看看 现在别闭上梁山了是吗 对了 那什么 你脚边是不是有一个 白色的那个纸箱 没错 帮我拿一下 那里边都是我从设计中心 拿回来的资料 有一个黄色的灯笔 这个啊 对对对 没看到 原来放在这儿了 画得不错 本来我是想 她成为我女朋友以后 我把这句话表起来 然后作为定情礼物送给她的 现在看起来机会渺茫啊 怎么 她彻底地拒绝你啊 她说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 我觉得 算是完全地拒绝我了吧 她说她之前谈过恋爱 但是她每一次都被伤得很深 所以她现在只想好好地珍惜这份工作 不想再谈恋爱 不想再谈恋爱 俊总 说实在的啊 我从第一眼看到她开始我就喜欢上她了 你说我怎么可能用一种好朋友的心态去对待她吗 对吧 那你从设计中心出来以后 就没见过他了 对啊 你都看到了 一来嘛我忙成这样都没机会见他 二来嘛 我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契机去联系他 所以只能现在这样了 你坐 愣着干嘛呀 佳婉 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听杰瑞跟我说过啊 你在大学的时候 这女孩子一向是很主动很积极的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次这么安静呢 许诺 你说的那是红年马月的事啊 你看 你没发现吗 欣然身上有一种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特质 如果用猛追猛打的方式去追的话 我肯定失败 所以我觉得吧 如果我追得越紧 他肯定就跑得越远 没错 我觉得哈 有 有可能欣然 他渴望的爱情是 是那种从心里面出发的 就打个比方 就比如说是 水滴在了 不不不 是墨滴在了水里面 然后慢慢扩张的感觉 我发现你说的没错 真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吧 只能进人室 听天命了 看我的运气了 挺好的 大家都在换大帘 喂 才能吃饭 可以没吃饭 催泳 有人担心 ém 都用来吃饭 你得肉猛的 你能吃饭 完 lord 我现在怎么吃饭 凶贝 一只给你吃饭 比如说 到斯巴馆来一趟 我有事想跟你聊聊 好啊 正好我想过去呢 那行啊 我今天上晚班 咱们见面聊吧 那晚上见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然然 其实今天大姐找你来 是想告诉你 奶奶 奶奶她病了 而且病得还不轻 你说什么 奶奶她怎么了 怎么了 姐姐 都怪我 听说我离婚 奶奶就晕倒了 一提到这个我就特别后悔 不该这么早把这事告诉他们的 那 那奶奶现在怎么样啊 她在医院还在家里啊 医生怎么说呀 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打了点滴之后 奶奶回家 一致精神状态都不太好 每天看着你和卡卡的照片流眼泪 饭也吃得很少 我们怎么哄怎么劝都没用 只能在一旁肝着急 那奶奶都这样了 她怎么不去医院呢 你们一定要劝劝她呀 医生说她这是心病 心病还得心药医 所以 所以 然然 大姐希望你能回家看看奶奶 如果能搬回家住 多陪陪她 那就再好不过了 大姐 但是 这个我 我知道这么对你说 是很突然 可是医生说了 奶奶年纪大了 再一天是一天了 最好少受刺激 保持平和的心境 也许对奶奶来说 你平安回家 就是最好的安慰 你离家在外这么长时间 一直没有消息 奶奶始终放不下你 上次我们见面后 我回家没有和夏莲 提过任何事情 可是这一次 我离婚的事情 对奶奶打击太大了 特别是我没能把卡卡 留在身边 我真的怕她会扛不住 所以 大姐希望你 能先放下心里的负担 我知道了 大姐 什么都别说了 我明天就回去好吗 我现在真的只希望 奶奶能够赶快好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楼下 优独播剧场